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 那么的话今天的话我会更新三个回忍者时候的视频 那么有谁有的话想让我做这个精明 但这个忍者陈老师我确实没有 哎呀我这个招募券不够啊 招募券不够我只有三十二张 你要招募的话起码的话 我觉得要一百多张才有可能招募到 然后有谁有说那陈老师那你充钱啊 但问题是我这个充不了了呀 然后的话这个赛季的话 我是现在是前期 其实我前几天我就打上按部一阶了 因为这个月的话晚上的话 我的话还有点空前时间啊 因为上课的话 一般上培训课的话都是白天上 所以说这个月上个月的话 我是月底才打上按部一 因为上个月是真的没有时间 月底那几天才有时间打游戏 那么这个月的话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时间啊 所以说的话我先先把它打上按部一 那么这个月的话 我个人觉得如果运气好的话 冲一下影音吧 那的话咱们去带来三个视频啊 带三个视频 那么我的这个水平的话呢 跟高手是没法比 那跟比新手的话啊 会稍微好一点点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我经常对群里的水友说 咱们做视频嘛 就是图个乐子是吧 然后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当三个视频我会分开来上传 好的让我们进入游戏啊 首先是第一把 对面的话是一个上人奥剑啊 那么陈老师是按部一啊 那么我剩下的两把碰到的都是按部啊 就这一把的话是上人奥啊 那么对面第一个是小蛇 陈老师第一个是A 我开局走一下对面前影 然后绕到对面后面 直接一个千叉 然后直接天召直接分身啊 咱们把伤害先打满赞说 其他我不管啊 然后喷口火 然后眼神想骗 踢身对面不剃啊 被对面前影的手术抓到 陈老师踢身踢掉平A抓到啊 等对面踢身 咱们压个通影 但是对面现在是浅舌状态啊 通影打不到他 但是没关系 我们分身打中他 然后这边接个天召 然后接下来就是考验 我们基本功的时刻 看能不能接平A 哎呀 这时候陈老师失误了 这个有点水了 好 但是我们忍一步啊 等踢身好了 直接一个分身 对面一个水龙卷顶掉 但是我反一个牵插 把他那个干掉啊 好 非常轻松啊 那么对面第二个是直水 直水这个忍者是非常强的 他的起手能力非常强 而且大招能接技能 好 这一波被他直接起手到了 好 陈老师踢身踢掉 对面想发技能 趁他结印的时候 我们放个牵插 然后天召分身 对面踢身了 我们直接再放通灵游戏结束啊 就那么简单 陈老师我就喜欢玩回合制嘛 就不用怎么思考 喷个火 然后这时候有人说 陈老师那么菜 我确实比较菜对吧 好 这波直接分身 好 这波接个天召 又是考验我们基本功的时刻 大家注意一下 这时候他的替身啊 已经好了 但是的话他不踢了 估计的话 他已经是心里已经崩溃了 这一波的话 陈老师没有失误啊 直接一个天召接平A啊 对面最后一个是神卡 开局的话直接分身 好 直接中 这一波直接牵插 好 直接天召 这一波陈老师聪明了 好 这边A两下 A三下我不A了 想骗他踢身 但是对面不踢啊 这一波 好 直接一个互相伤害 我放分身 他放水楼弹 但是我先起力 这一波衍生偏踢身 对面踢了 但是我 那个天召放反了方向 啊 这一波他踢身交出就好了 直接一个熊猫压顶 这波直接平A啊 游戏基本结束 好 分身加大 伤害爆炸 彩蛋 看一下 这个彩蛋的话也是不错的 一个A右的一个串三 这是第一把啊 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